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会一直想起那天的场景 我记得我说过的那些刻薄的话和他头都不回的背影 睡不着觉的时候会想 坐公交车的时候我也会想 我遗憾的不是分开这件事 而是为什么我没有在最后给他留下一个好印象 可是后来我想通了 其实分开和告别 不管怎么努力 它都很难圆满不是吗 我曾经以为告别是提前给我一些时间 让我准备好说再见的话和那天要穿的外套 事实确实我们没有办法去构想每一个分离的场景 也猜不到我们哪一天的见面 就是我们的最后一面 关于告别 没有预判 没有演戏 也没有重来 我们喜欢仪式感 也喜欢圆满这个词 在感情里也是这样 即使分开 也希望有始有终 好聚好散 与其介怀 不如放下来的轻快 告别这件事 不是某一个瞬间干脆利落说的再见 爱或者不爱 放下或者放不下 遗憾或者不遗憾 其实都没有任何关系 真正的告别是在心里进行的 心里放下来的那天 我们才真的放下 所以 别太遗憾 也别被旧爱困得太久 就像陈一迅人来人往中的那句歌词 我也开心 赢过酒 忘掉种过的花 去找你有结果的书